眼见微眼 对不对 假使是说 你光看你讲得出 我不确信你的理论是正确 那这里就是可以让你看到 看到以后这个是什么理论 那你现在看到 好 我们先从这个开始介绍 你们时间光报 不知道我叫哪 这个叫什么 那物理人 你既然学物理的 考考老师 谢谢老师 因为老师要教你的 他学问不够的话 下面应该是一个线圈 你不要管他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来 有没有看过 没有 没有看过 这个叫哥的路纳 好 进了一个会场 因为台湾现在没有在拆 那个五金会业 所以从大陆进 进了一个这个 差不多有二十几公斤 所以很重 然后自己慢慢绕 绕了一个礼拜 然后把它的眼里 完全呈现当初 这个东 当初发明的是 把它改进的是 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把这个 弄出来 然后 哥伦布 但不是说他发明这个叫做 只是说 他的油来 那 这个好像你说 买一个要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 不想起来 那个科教馆 那现在你做起来 你这样花了多少钱 那个材料 差不多一万块 一万块 哦 少了 最后花了二十分之一 那大楼 你这个二管 你们叫科学二管 科学探索二管 那你花了多少时间来整理 差不多半年 半年 哦 你在学校服务多久了 快三十年 三十年 好 出来 看起来 三十年 三十年